《隐形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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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李展鹏 我是《隐形澳门》這本書的作者 那這本書呢,當然主題就是要講澳門的故事 那要講怎麼樣的故事呢 我們也許可以從封面來猜一猜 那這個封面呢,我們看到一個 很大對比的澳門的景觀 那一方面呢,有金光閃閃的 大型的獨場酒店 那另外一方面呢,上面有一些舊的房子 那這個一個帶點矛盾的畫面呢 其實也是澳門人今天面對的 一個社會發展的狀況 還有問題 那其實澳門有好幾百年的歷史 那在16世紀中期 葡萄牙人就在澳門定居 那留下了很多老建築 老房子、老劇院等等 然後呢,在2005年呢,澳門呢 也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 那在另外一方面呢,我們在過去 十幾年呢,就大力發展了這個 賭博旅遊業,那所以呢 在我們的城市呢,看到很多 像這棟新普京 這樣子的新的獨場的建築 那封面的這個新普京呢,它其實 曾經被一個國際的 一個建築雜誌列為世界上 最醜的建築之一 那我覺得澳門人對它來說 可是又愛又恨,因為呢 它代表了澳門現在很富裕 賺錢很容易,然後 我們的人均GDP呢 已經是亞洲第一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像這樣的建築呢 它在景觀上 它大大的改變了澳門的城市空間 然後呢,澳門今天呢 就是我們有六十幾萬的人口 我們每年借貸的旅客是有三千多萬 那我們的人口密度呢,已經是世界第一 那在這麼一個小小的地方呢 有老建築,那也有這樣子的 金光閃閃的新的獨場 那大家就同樣 處在這麼一個小小的城市 那在視覺上 帶來很多的衝擊 而且在生活上,在社會發展上 在經濟發展上,也為我們帶來 很多的問題可以去思考 那對台灣讀者來說 可能這個新普京跟你們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呢,其實台灣現在 也在大力的發展旅遊業 那好像很多建設 都要為了討好旅客而設 然後台灣未來呢 也是有可能開賭場的 那所以呢,就是澳門的故事 澳門的經驗 是有可能可以給台灣一點啟示 所以我希望台灣的朋友 看這本書呢 在了解澳門的同時呢 也可以反過來思考台灣